欢迎大家来到《新的一期学学之眼》 然后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就是第三 不过我在这之前我要先介绍我们这边有个新的朋友 舒颜 这一步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舒颜 你可以叫我颜 叫颜 然后就是现在是在那个做那个屋主制第三 在魁北哥工作室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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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大佬 大佬 大佬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Gay Wang 我是前Rockstar San Diego的员工 现在这个决战的灭佬 大家好 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得到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 就是他已经转行当家庭主妇了 对家庭主宅 主妇了 主夫主夫 这样子啊 做游戏不易啊 做游戏不易啊 你8月还会在那个...不,加州吗? 我估计8月份应该就已经在中国了 哦,这样子,那可能要错过了 那Gail,你是回到哪个城市? 这个...决定先放一个学术架,到时候转一转,再看 哦,学术架 好,同时呢,今天还有这个校匠和摩托士 然后一会儿我们还是让校匠来主持 然后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是聊E3 然后上一次我们录过一次E3的一个预测 但是我觉得那期是在录得太丧了 然后我们的战统一直在吐槽 然后我还是觉得学学不要传播一些负能量的东西 要都传播正能量的东西,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聊E3,估计也有一堆负能量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你接着E3聊完之后呢 我为什么今天请那个盐来跟我们一起聊呢 其实还是因为我们想在聊完E3之后 顺便聊一聊无主之地 行,那我就交给肖将了 嗯,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大厂来串一下吧,好吧? 好呀,好呀,好呀 嗯,嗯 那就比如我们就先聊聊微软吧,对吧? 微软 可能微软最大的这个,对吧? 最大的这个消息,基本上来源于微软 对 嗯,索然无趣 哈哈哈哈 这不是我说的,是Cinenser说的 哈哈哈哈 他什么时候说的? 他,他说今年没有索尼啊,哎呀,没意思啊 哈哈哈哈,索然无趣吧 索然无趣吧 哈哈哈哈 索然无趣,还行吗? 哈哈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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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软在那个,洛杉矶又,又开了个新工作室呢 好久 挖了不少人去 哦 嗯 挖了那个,Santa Monica的那帮人 哦 就是战神那批人,挖过去 对 哎,那那个不是,不是应该是索尼的这个核心骨干吗?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哈哈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行业,很多人都会在做完一个大作之后,选择离开 对 比如说Gay网 哈哈哈 比如说这个,不光是我 就是这个应该是业界一个常态了,就是对对,在一个地方待了好几年之后 然后,你知道3A吗?大部分人是没有什么升迁机会的 所以就是,还是靠这个,跳槽 嗯 是啊 都是雇佣兵的 嗯 嗯 其实合同还算长,但是就是说想要走,往上再有上升空间的可能 就要换屋 对 哦 你,你们那边是有合同期限的 美国,像加州这边都是就是at will的 就是at will的 随时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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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需要介入Xbox,你依然可以在电脑上玩到它的游戏 嗯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会,首先它肯定是一个订阅制的一个服务 嗯,对 所以,就是你们会作为一个核心玩家,你们是怎么看待,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东西会成为你的一个选择 我有些疑问吧,就是首先这个订阅制之后它其实是用串流的方式来玩这些游戏吗?还是说要可以把这些游戏下载下来,然后在你的机器上运行? 嗯 目前它说是你要买游戏,然后在你自己的PC,在你的Win10上下载 对 哦 是的,所以实际上也就是把所有的Xbox游戏都PC化了 Xbox Pass的那些 嗯 对,就是进入Game Pass,就是全部都PC化了 哦 我明白了 它是分的,就是Game Pass目前是分三种 我记得是,一个是纯主机,一个是纯PC,一个是,一个是那个Cross Buy的Game Pass了 对 嗯 然后有不同的价位,扣两个就,前两个就便宜一点,然后那个全平台的就会贵一些 25美元吧,好像是 嗯 嗯 说实话,说实话 嗯 我觉得,我觉得关心的比较少 因为,因为实际上,微软从自打Xbox One以来吧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它变得很鸡肋 因为它的游戏变得,就是说很多Xbox One的游戏在PC上都能玩得到 尤其如果当你有PC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多一台Xbox One 嗯 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知道微软在想什么的,嗯 嗯,所以所以Xbox成了我唯一没有拥有的主机 哦,雅文,你说这个,突然想,就是我说我这个,哎,谁在外面,还有谁在外面,是吧 你继续 就是,我继续,就是我,我说一下我个人看法,嗯 就是,从刚才你说的那一件事讲的话,我觉得Xbox Game Pass,可能一想天开一些 我觉得Xbox Game Pass,相对于Scarlet,它才是真正的下一代主机 就是下一代主机大战的核心,下一代主机大战的微软的主要武器,应该就是Game Pass 嗯,就它和Play Station,那叫Remote吧,好像是,嗯 然后还有,今年谷歌不是也更新,谷歌不是也发布了自己的引主机,Stadia 嗯,嗯,然后包括任天堂也是,目前也是在有云服务的,去年上了色情条的赛云版了,嗯 就下一代,既然大家都已经订了主机料,说下一代是,是云主机,是云计算 那微软,微软的主战场可能会是这个订阅制的产品,就既然大家都是云,那肯定是都要订阅服务的 那微软的订阅服务是什么,就是Xbox Game Pass 所以下一代的话,很有可能微软会把自己的云计算,它和索尼合作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扔到Game Pass上来 嗯,然后可能,可能Xbox Scarlett就只是一个辅助云计工具,就这么说可能有点绝对 就,Xbox Scarlett当然它可以,你可以买盘嘛,你可以下载,你是一个存储工具 但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它,Scarlett本身在云主机大战上可能,本身的重要性并不是那么大 就是我个人看法吧,嗯,嗯,嗯 而且不是微软还推出一个叫Project xCloud那个云服务吗,对吧 我觉得它肯定是,对,它肯定是作为这个底层来帮它架构 比如说它跟那个Windows Azure那个微软自己的那个云服务,直接绑定,对吧 对 好像我记得是搞了13个数据工具,然后来做这个Project xCloud的公司 对,所以我觉得肯定摩托师刚刚所说的就是,OK,下一代主机微软的,那我买了以后,我既可以买盘,然后付费下载 嗯,我也可以说我花钱定个服务,我直接从那个Windows Azure上,那个云服务上就直接,哎,我就云游戏了,对吧 然后我已经买了,那个PC版,你也买了,是14.99美元吧,就是那个月共10美元 游戏会不太一样吗?跟那个,就是XBOX上的游戏 然后它会挑出一部分来给你的PC动画,像我买它的主要是在玩底层线4 嗯,还有后面的光环,后面光环我大概率会还再买一份Steam吧,就是像G-T 那他最早的XBOX游戏也能玩吗 不能 就只是他公开在列表里的 人家60多个玩 这样子 对一三前公开了 他第一方基本都被收入进来了 战争机器全系列 然后连接连速全系列 光环全系列都在里面 我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班卓熊或坏充手又没有 如果坏充手也要挺好的 我今年一三前很期待坏充手 结果他没出 结果班卓熊还在任天堂上 对啊 这个是太吊诡了 但是 我话又说回来 之前不是微软就一直好像在 索尼和人家 一直在谈 在云服务上面的合作 就这个事情 莫头师你了解多少 我我也只是看他们官方消息 才就是了解的那些东西 微软和索尼其实是一个初步运辱物 就是只是公开了异象 但是其实没有公开细节 任天堂那边 我觉得微软 斯宾赛这个人 他是很精工的那个人 以他的风格来说 他明面上会说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大家能在所有平台上都能玩到 所有场上的游戏 那我觉得他本身他的意向应该还是你其他厂商的东西 就在我这能来玩 就是你们东西 你们的东西 最低限度 我希望你们能够在PC上玩 我觉得是 他应该是这种感觉 至少在Windows上 对 因为Windows也是他本身 也是他的主阵地 为什么他和 他现在开始和那个Steam 有什么活动 对吧 对 有道理 这个E3 我去了一下 感觉很不错 现场 对 这个气氛非常的热烈 然后这个 停车没地停 气氛热烈 停车来体现 对 就是这个 他不是会分成这个 就是业界人士的时间段和大众的时间段 然后这个大众的时候 就很多这个 一般玩家就会就会来 然后这种E3活动来的玩家 一般都是很狂热的粉丝 所以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举动 比如说那个 试玩的桌子 抢桌子什么之类的 其实因为我从从来没有去过现场的E3 然后我其实挺好奇 就是以前我一直以为E3是指开放给业内的 那是GDC 那是GDC是吧 然后后来后来 后来就是E3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形式呢 就是说他持续几天 然后是怎么样 因为刚刚跟王也说 他有专门给工作人员的开放 对吧 还有专门给玩家开放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就是ChinaJoy 就是ChinaJoy 同意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就反正以我粗略了解来说 E3最初是九几年来的 它比TGS要早了 就是它和TGS的初中都差不多 其实最早都是在销会 都是给厂商本身 因为当时美国还是实体分销的时代 就是给发行方 或者给那种分销方 大家来看产品 哪个东西我要带 不是我要买 我要跟你做批量教授 然后去交流这种事的 然后后来各大游戏发行 研发商也寄进来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公开 每年去公开自己的年度成就 自己的新产品的这么一个平台 说到那个业界人士的话 今天E3好像一直是有观众票的 就但是它很贵 是4000美元吧 卧槽真的 是4000 1000美元还是4000美元 反正是 其实是非常贵的 就如果你有这个闲钱 你愿意花这个钱 你作为玩家 你可以进来 难怪都是狂热粉丝 是最近几年吗 而且还是狂热土豪粉丝 对 然后所以它自从开放 是去年吗 还是前年 还是更早 就是它自从开放了 这个就是叫什么 一般人一般人士的售票之后 就在业界场也有很多玩家挤进来 就是业界场也不像以前那么悠险 不像以前那么 现在现在那个badge 就是如果你硬要的话 好像1000块钱 1000一个 对 1000块钱 那给你花了多少钱 我是业内人士 我是业内人士 一副化钱 当时还是业内人士 当时还是业内人士 曾经的业内人士 可以可以 这个因为因为这个E3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说实际上你去attend的时候 那个会有很多的这种公司或者什么媒体 都会有很多机构 就是你是有办法 就是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 你都是有办法的 能够拿到票 然后那个进场 它毕竟是一个就是像刚才说的 这种赶销的形式 所以还是希望有很多人去看到他们这些产品 希望能够造势人多一些是吧 是 然后发布新作或者是放第一首新的消息 可能就专门挑这个点 就标的一个hype 那种感觉 嗯嗯嗯嗯 价位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开展这三天 那个 然后这个主办房他会放一些票给玩家 就是就是给公众的 叫gamer pass 就是150左右 一张 然后卖出头 头多少张之后 又涨价涨了200多 然后就这样 这样网上弄 然后这个对 然后这种gamer pass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 就是去试玩这种各样的游戏 嗯嗯嗯 大部分人都是买买这个的 就是就是去 然后业界的那个时间 呃就是通过其他的关系来弄 嗯嗯嗯嗯 嗯因为我提到这点是因为其实呢 每次关注E3我都是在线上关注 然后线上关注 那你只能关注就是conference 刚关注各种的这种他们的发布会 然后呢今年因为刚刚那个对王也说了嘛 就是说其实现场的氛围还是挺火热的 然后但是今年其实我对整体今年的E3的一个用一个词来表达我对这次E3的感受呢就是 嗯 dissapointed 哈哈ấp 非常的让我失望 然后是没有达到预期还是非常失望 是非常失望 就是全部都在心情装舊酒 然后换汤不换汤 然后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让我特别surprise的东西 再有就是你看啊 他好不容易有个scarlet可以公布 但是basically nothing你知道吧 就是其实他公布的那些东西 你会觉得就跟看了一个在网上的什么爆料文一样 你知道吧 就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 没有特别重磅的东西是吧 然后因为最典型的一点就是你看大家觉得最可能今年最大的一个公布 如果不算人天堂 然后就就最大的一个消息可能就是赛布棚2077 那个基努里维斯登场 这肯定是最大的游戏来说是 但是你如果按照历年来就是一般公布的东西来看 这个不能算是特别重磅的事情 对吧 因为之前已经公布游戏 游戏已经公布这么多年了 任天堂还算不错 我个人觉得 对任天堂是很给的 但是任天堂算是参加一三了吗 算是参加了 他一三年之后其实就一直不在一三开发部会了 就是一直以线上的形式 对一三年是最后一年当时是那个VU公布吧 对 然后14年我觉得是因为VU卖的不好 然后所以就 那么那个当时颜天聪恶病了 后来 嗯 对 聪恶病了 然后他当时的态度 给我感觉的态度 我们退出次时代主机大战 我们不再进入主流 console的这个序列了 对 对 和你搞错位 嗯 嗯 这是个好设计 我不再给你拼画质 拼这些 对吧 机能这些东西 对 嗯 对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 我那个 因为这个一三六画质有点杂嘛 嗯 我们干脆每个人说一说 比如我们现在在说微软 对吧 然后那个 摩托士已经说了starlet的这一点 然后我们这样 其他人 你们对这次微软的话不会来着 你们最印象最深的点在哪 嗯 那我先说吧 现在我想到一点 嗯 就是 呃 其实我在乎的不是说下一代主机 呃 微软下一代主机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 或者说他今年的微软 有机阵容是什么样 其实这都不是最信我 我最信我的是 呃 就是 你们知道不知道 微软可以用自己的Xbox手柄 然后连上智能手机 然后来玩 来玩这个 不管是运游戏也好 还是说以后可能 苹果推出的Apple Arcade 呃 对吧 对 就这些东西 其实我关心的是 其实主机厂商们 不管是手机厂商们 还是主机厂商们 他们其实现在 我觉得有一个共识 还是说有一个 有一个趋势 嗯 已经显露出来了 就是说 呃 这种高品质的 用console 标准14件玩的游戏 他们现在倾向于把它 转移到手机这块屏幕上 转移到手机这块屏幕上 这就是我今年E3所观察到的一个一个一个现象 因为苹果前些时候也刚开了它不愧 对吧 嗯嗯 然后再加上微软也公布了 然后让我觉得 嗯 就是难道说现在大家已经不想占领大屏幕了 想现在要转移到这个手机这块小屏幕上 这个是我挺关心的一点 就是那么一个为大屏幕设计的游戏 现在转移到手机上 咱不说机能 就是手机这个机能是通过什么来玩啊 不管是这个你需要买最高配的手机 还是说你通过这个一个手机 连上5G网 然后你能玩云游戏 就是用console来玩 这个我都无所谓 这是技术实现层面上 这我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 就这种产品现在要转移到 小屏幕上来 就是你们是一个什么看法 就是我想听听 嗯 就是说你们 你们如果有这样的产品 推到你们面前 你们会付费购买吗 或者说订阅 或者怎么样 举例说 哪个游戏呢 比如说就随便说个什么 那种主流的赛车游戏 然后你玩console玩 或者说你本来 你想玩格斗游戏 然后但是你平常又懒得开电脑 或者说开主机 然后现在呢 你的手机就可以玩一个 比如街霸4 或者说街霸5 然后你会玩个什么 平常懒得玩的格子游戏 几分钟打一局 然后用手机就搞定了 然后接上console 我说是接上console 比如console 什么外挂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你8亿打开手机 然后就没玩了 也不用开电脑 不用开 这样 然后几分钟 爽一下 但是我在想 我在想 有可能他不一定以后 还真的需要console 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如果要说流媒体和云服务 这方面已经成熟到一定程度的话 然后也有可能你就只需要手机 和一个手柄 你就能够实现 对吧 对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你不需要通过任何第三个东西 就只需要一个console 一个手机就可以了 我刚才觉得流媒体这个 还在观望 还是有那么一点技术瓶颈吧 至少在上次谷歌发布的时候 你看它操作吗 还是延迟性还是会有 对某些游戏来说 的确还是很不错的 比如策略游戏 完全没什么问题 但是对于要求就是 传输 就是说 频率非常高的游戏吧 我们打 打个比方就是格斗啊 或者射击啊 像这样的游戏就比较麻烦 对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没有拖过 对吧 就是在于我觉得他们是想有意识的让一些手机游戏玩家往主机游戏去过渡 因为其实手机游戏上的很多玩家其实是很轻度的玩家 他们可能平时打游戏根本不需要这种手机 然后他可能一定程度想降低这个门槛 就是你不需要你可能买手买主机本身是一件很贵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让你在手机上去轻度的去体验一些主机上的体验 然后呢这样你只需要一个手柄 可能有些主机游戏你也能够接触一些 然后这样的话就有一些玩家就可以一点点的往主机游戏过渡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考量 就你的关键是通过这种行为 它是其实是想往自己的主要产品上导量 是吧 就有点像任天堂他们的手机游戏策略一样 就是你说与其任天堂想把重心放在这种手机游戏赚钱 不如说他其实更像是他的那些手游戏 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主流游戏主机游戏去去做一些推广 这是我的理解 也有可能反过来反而在就是说移动平台变成了另外一个特别大的战场 就是说花费的精力更多了 就是苹果推出那个Apple Arcade 然后就是那个他说他说第一批我会有100款独占游戏 然后你可以用PS4的手柄也可以用Xbox1的手柄 对吧 那这个东西苹果站出来说我作为一个平台商我推出这么一个计划 然后能让你体会到一个高品质的游戏体验对吧 这个东西作为苹果然后我知道苹果肯定是想突破的 因为对吧你这个触屏的这种操作方式毕竟是在手机上体验游戏是有受限的对吧 你的操作方式决定了你不可能玩很复杂的游戏对吧 但苹果你说我自己站出来说我现在知道我手机的局限性 但我现在联合索尼和微软用他们的手柄来玩我的游戏 这是出于一个什么考量他为什么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有意思的事情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YouTube视频 他就分析嘛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大家其实有一点可能对苹果的认知有一些偏差 就是他从某种角度讲你可以把苹果看作是一家游戏公司 因为原因是因为他的APP store然后里面的主打产品 甚至你确实你自己想你每次打开APP store 他推的那些APP有多大的比重其实是游戏 其实游戏我觉得一直以来可能不一定一直以来 但是至少现在来讲我觉得对苹果来说是挺重要的一个战略 或许正是因为游戏APP给苹果带来了绝大部分的收入 所以他作为苹果集团的高层才不得不重视游戏产品 所以是反过来可能是这么 是因为他给我算钱了所以我才不得不去考虑游戏怎么办 是吧就是先有钱再想我怎么做的事 而不是先我想做游戏所以我赚到钱了 对吧这是一个应有的 是自然而然的一个 自然而然的因为我游戏给我带来钱 而且我大多数钱都是游戏带来 所以我要着重的让游戏玩的更爽 对吧 说到这个的话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就是像 像像刚才也提到像那个xbox gamepad这种订阅制的做法 你们觉得这种做法以后会继续推广吗 像就是像比如说可预期的情况下 你觉得像google stadia也会用订阅制模式 google stadia是订阅制 但是但是你还要再另外买游戏吗 不需要了 他可能会给你推出比如说那个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珍藏包 你可以买你可以单买一些周边或者单买一些给你附赠的礼品 但本身游戏应该是不会花钱的 就比较典型的是现在预避在全球风格2上用的这种作为模式 预避全球风格2是如果即使你 但是预避全球风格2你要先花一份钱 你要先花一个60美元 你花了这60美元实际上你是可以体验到所有游戏内容的 就是又回到了过去 你只花一份钱就可以体验所有游戏内容 然后不再需要单独付费DLC 但你可能会比付费用户少玩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 对它是这样的 少玩一个星期一个月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晚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 你的免费免费用户或者是非预购用户才能够玩到 就不能第一时间玩到 对 我的观点是以后等到5G普及了的时候 可能订阅付费本身就会是一个主流的收费形式了 就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我们说现在实体盘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 是 成为一种收藏 对 因为我们知道实体盘 因为我说个题外话 就是我们知道实体实体盘或者说是实体游戏卡的一个东西 它在诞生 灯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媒介大战服务 就是它是为了某一种 存在内容的媒介某一种ram 能够成为市场统治者 然后它的一个分战场 就是主机 像PS4时代为什么PS4光盘这也是因为松下想要统治CD市场 就不叫CD就是光盘格式这个市场 然后到了PS3的时候是HD DVD和那个蓝光 最后蓝光赢了 我记得好像那谁那个PS2时代我印象不深了 PS2时代是DVD和什么东西来的 反正它都是这个目的 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在这个世代 已经有很久没有更新游戏媒介了 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去更新和蓝光之后 就是这种物理介质是吧 对会有一个什么实体的物理介质 能够继承过蓝光来承载游戏呢 就目前还没有 目前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云 就是云下来 云服务或者云游戏 上一个世代PS4和Xbox 其实是在向在线下载去转型 然后来PS4之后 现在又从在线下载向云去转型 就是我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反正我现在我是持这么一个钻点 就以后可能到云服务的时代的话 就不再需要单独买或者单独去购买了 而是你付一个25美元或者付一个11美元 你就能够玩到这个同态上所有游戏 对厂商来说其实也差不太多 对厂商来说这个模式能够收回足够的成本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对啊我也很好奇 对你想一台主机的价格是150美元 首发主机一般是300美元 300美元的话其实是一年到一年半的订阅 对如果是这个厂商的核心用户的话 其实他第一年卖 我觉得他第一年售出的主机 就单说主机的成本 你想用户肯定不会一上来 我只买一个月吧 我肯定我要先 你肯定你要先付一年吧 或者半年对吧 对半年或者一年 那这个其实就已经是有半台主机的价格 等一下 你说的先付一年半年 是指的是我一次性先交半年的订阅吗 订阅 就像那个像Netflix 但是但是这个事情在海外并不流行吧 呃现在其实已经被Netflix和Amazon 不不不不 我这意思是说海外大部分都是保信用卡 然后每月扣费的这种形式吧 呃呃呃那也是对啊 对啊 那相当于你也是 因为这个是国内的比较多 但是国外比较少的一个东西 不过最近在用了YouTube Prime和Amazon Prime的时候 他都是让我可以一次十万年啊 那就是说你你当然有这个选项 但是这个像北美的人的消费习惯一般还是每个月给一次钱 就他没那么多钱 就钱太少了 澳洲也不会也不会这样的 就是一四复一年一半年 哦好像有个调查 说有个调查 说那个美国人说有多少家庭能在呃 呃当天哪呃就是两三天之内拿出两三千美钱 好像说 所以说这个数据特别的少数字 我我我上次看过那个好像说你们家如果出了一个五百块钱的紧急情况出不起钱的好像是百分之四十多的加价 对啊 哈哈哈 对对对 嗯 不要白白白你想的太富裕了 我又想 清雄的 就不过我后来我刚才我又想到既然微软要推Scarlet可能他也是出于一个试验的形式 嗯嗯 就是我是我是有云服务的但是您也你先初期你先买个主机咱们先过渡一下 嗯 而且这这种订阅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第一方我能理解对吧 或者甚至是第二方我也能理解 但是如果是第三方呢 就是说如果他这个这些游戏公司更真就跟这些厂商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嗯 那我上了你云服务你的云服务是统一收费的对吧 统一按月收费 对 那我怎么收回我自己的成本 是 就是这个这个账是怎么分的 这个其实我也没有很清晰的数据 因为我不太清楚EAEAEA就是EA那个那叫什么呢 是叫XS吧 然后和那个Xbox Gamepad的现在的第三方 他们都是有第三方美费的 我现在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算的 对啊 我刚才想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刚才想问的其实是就是游戏开发商能不能够收回成本 比如说假设假设这个钱笔设这个的大作啊像假设有这个这个大表哥三吧 嗯 就开发成本 比如说这个这个8个亿 嗯 开发这种8个亿 然后那个是是订阅制的 这很这样得分到多少玩家才能把这8个亿收回来 是啊 那所以会不会像EAEA现在这种销售模式 就是大作还单卖但是有一个ODX5 所以我之前就是销售销售了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游戏再进入了免费 对我觉得可能是要 我觉得最可行的订阅是应该是这个可行的 对 我觉得像这种大作的话那OK它前期肯定还是要卖的 对吧 能卖多少卖多少 卖完以后一看卖的差不多了卖不动了 然后我再进订阅对吧 对很有可能的 或者平台商还是会给那个研发一些补贴 就鼓励他们 对 你们要不要拿Google的钱现在 对啊 你光靠订阅那点订阅费 你说把一个3月的成本收回来 这不太现实 真的不现实 我想问这个书也 你们有没有收Google的钱现在 Google Google还没有 iPad有的 这个肯定得收 哪有前面那出信呢 这个 Gibbox这边是那谁在发是吧 是那个Gibstore在发 2K 2K 对对 2K 2K竟然敢给iPad 真是 我也很佩服 所以 所以这个你要想问这么想 2K又是我们 就是又是Rockstar母公司的子公司 所以兄弟公司 说到底就是兄弟公司 其实都是一家公司 是 然后等一下再说五主之地 好了 我们再说一下E3 然后书也 你那边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这次E3的东西 E3 嗯 个人还是 都是 没有特别 呃 就是产生特别那个深的印象 嗯 印象比较深就 就 那个赛博朋克 嗯 但这个其实不算是新游戏嘛 对对对 嗯 赛博朋克之我 因为我关注的还是游戏啊 比那个比起 比起 新服务啊 之类的 嗯 嗯 对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多聊聊游戏吧 然后怎么办 你就再聊硬件跟基础 哈哈哈 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开发游戏人 看关注游戏会多一点吗 嗯 那死亡搁浅呢 根本没有在E3 死亡搁浅 我知道 虽然没有在E3 但是之前不是前些日子又 发布一个最新的宣传片吗 对吧 又播了一个片吗 嗯 死亡搁浅 我不是特别懂它的玩法 所以 不太好评价 呃 如果它能做出一个就是 全新的玩法 呃 那也可以 就是说和任何游戏 评类都不一样的话 那我 会想去玩玩的 目前人家看不出 我们要相信消档的脑度 我们要相信消档的脑度 哈哈哈 这是一种信仰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赛博朋克那个就是 特别硬核 就是就是那个味 我就特别喜欢 对 嘎蒙脆肌肉味 是吧 啊 对 但是赛博朋克那个 但是赛博朋克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得 适当的降低一下期望 就是我现在可能老海里面 把他想象的太牛逼了 嗯 嗯 就是因为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上一次 上一次 就是最早那次公布 那个gameplay 动画的时候 不是一段半个小时的吗 然后他那里边 他那里边不是有一段开车吗 我看到那开车 我觉得我可不行 怎么这么烂 然后就 对 然后仔细想 可能还是我自己的期望管理 不对 哈哈哈 对那个开车部分做的非常枯燥 哦 是的 嗯 那 好 那那还有没有其他有些 比如gabe王你有没有关注什么其他的点 呃 这个 我觉得吧 不一定仅限微软啊 也可以其他 哦 都可以聊 哦 okok 就是 这么多 他不会看下来吧 我觉得还是这个devover 比较有意思 devover 嗯 对 就是那个devover digital的那个那个发布会 哦 然后那个 那个gabe王你提的唯一一个是我唯一一个没看的 的发布会 好吧 聊聊聊聊 你说说 嗯 就比如说那个像 因为他们发的很多游戏就是我都有买 像最近很好那个my friend Pedro 我昨天买 嗯 巨牛逼 无敌牛逼 是不是分分面是香蕉的那个 对对对对 香蕉的那个 对 就是steam现在还在不断的那个推的那个 对对 对 对那个我也关注了挺久了 哈哈哈 这个他们确实在选选作品上面的那个水准非常高 相当高 然后在那个呃steam上也有 然后现在在那个switch上面也有 嗯 哦原来是这样 这个昨天我在steam上看到广告 然后是什么游戏啊 我还没没没没太理解 嗯 嗯 那个游戏非常有想象度 嗯 就是你打一瓶子锅 就是 你打你你做任何动作都能打到敌人 为大家那种感觉 做任何动作都能打到敌人 做任何动作都能打到敌人 他的演出效果非常好 他演出效果就是你可以 比如你踹个滑板或者你踹个瓶子锅子踹到天上 然后冲着平底锅开开枪 你能让你的手段平均分布到每一个敌人的身上 是的 对 说起来很傻逼的 你玩起来你玩起来的话非常爽快 这样 有一种自己能够像有一种自己指哪打哪 就是你你能够随时指哪打哪的错觉 你就是教室主这个机神 嗯 那其实你还是会爱打还是会死 听起来这游戏很简单呀 嗯 其实也呃 反正我我没忘后玩了 其实我觉得这游戏还是有一些挑战 比如你还是会挨打就是你如果节奏保护不好的话 你还是会死掉 嗯 他们他们连Deviver今年发了几个游戏都还不错 就是年初拍有那个吗 就是什么Katana Zero 啊对Katana Zero 这样说 神作神作 那个反正我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就今年独立游戏皮软 那么一个就是一三上其实也不像往年去年一三任天堂直接扔了一个独立游戏 直面会了 对 嗯 今年的话就没有什么动静了 就是没有前几年什么空洞骑士那么轰动的产面在问世 就在我夜象里 嗯 你是任天堂吗 那我说那个就独立游戏这一块啊 嗯 嗯 嗯 Risk of Ring还行 Risk of R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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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就是那三D的那个 Risk of Ring 2 Risk of Ring 2 那个不是已经上了吗 对 那个是上半年上的 对 哦是上半年 对 它让你玩起来非常像暗黑的这个二代 嗯 就变成那个刷子 然后然后 我还有一点我要我要我要问我给王 你怎么看这次EA的发布会 嗯 啊 挺好的挺好的 他在搞什么 他们他们 我EA的发布会是我最没看懂的 是吧 你普代是我今天唯一没看的 谁就帮我讲 没啥好讲 就除了星球大战还有什么 索然无畏反正 索然无畏 是真的索然无畏 对 就是公布了一个那个星战 然后那个 对 而且那个公布的星战 在其他发布会不会也有也有放吗 对还放出了更重要的 对 对 战地 APEX 就是这种EA好有钱啊 然后砸了钱弄个展会啥都没公布 然后就 What's the point 嗯 这个我觉得 他们反正每年都办一个 然后办办一下呗 走个流程 大家拿工资 对 对 对 问题没有很大 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他在上面公布手游吧 这个大家不高兴 主要是这个 有点多 嗯 对 怎么说 今年EA 今年EA3 就是我个人感觉除了 除了 除了三楼棚客 包括小岛的这个游戏之外 没有什么啊 今天还有一个可看的 是三上真斯的那个 嗯 哦对 这就说了 哎呀 北塞斯塔太逗了 哈哈哈 这不是 北塞斯塔主要是他 他之前那个 辐射 辐射76嘛 然后实在的引起了 就是太大争议了嘛 然后所以搞的那个 那个现场一上来 一度让人觉得有点尬 对 各种惊叫 各种各种 各种 哦哦 对 除了太多 哈哈哈 对对对对 后面还讨论了 说到底北塞斯塔 有多少观众是 北塞斯塔自己过来 哈哈哈 对 太多了 今年Toddy 也是让人有点失望 怎么说 怎么说 就是 Toddy Toddy这个人嘛 就是满嘴跑火车嘛 对啊对啊对啊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还是要还会再发布 这次他们跟伊朗马斯克 还有个对话呢 你们看了吗 哦 对啊 是吗 他们单独有个访谈 是那个 Toddy做的主持 然后 哦 跟那个 跟伊朗马斯克 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个 对话的一个访谈 哦 我没看 我看一点点 但是 嗯 有啊 有啊 那个 辐射 辐射避难所要上 那个 那要上那个特斯拉了 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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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啊 没见呢 我就表现出一下 这个 对Toddy的分界了 哈哈 然后特别逗的是说 他们不是有作品要上特斯拉 吗 底下人都说那个 老滚要上特斯拉了 然后老挖来 先不要老挖 老挖太大 我们先从小做齐 结果刀锋也上了 是吧 刀锋上不上是不太清楚 就是上得了刀锋 刀锋好像是登录NS平台了 但是特斯拉没上 那我计幅了 我现在已经把特斯拉当成跟苹果企业的那个电子设备了 哈哈哈 好贵一个电子设备 是啊 茶杯头要上特斯拉 我就在想这不是制造交通事务吗 制造路怒症啊 这可能是那种你在前面开车 然后让你儿子在后面玩 别闹 这已经不是砸手柄了 这直接跟前面怼了好吗 对啊 太可怕 太可怕 他们今天我很意外的就是我们还要坚持 还要坚持更新 辐射76 我们没有放弃 我的天哪 表现给谁看啊 但是说不定有可能是有反转 能不能救活是吗 有这可能性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过吧 以前就是其他厂商也干过 不过还是要看 这个不是说他们的这个技术力特差吗 所以我觉得还是成问题 技术力这个我听说人家吐槽过这个事情 我也听说过这个事情 首先各个游戏厂商他所能开发游戏类型其实是有限的 就是他擅长做什么不擅长做什么 不是说OK我觉得网游赚钱了 我夸我做一个网游 你没做过网游你可能并不能立刻就能行 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坑很多坑等等 所以Besista的这个辐射76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吹这个牛逼 但是实际上他自己兜不住是吧 对对对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我记得他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办公室里边不是都在讨论吗 就讨论了一通之后发现就是说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他们这个号称要做网游辐射 然后实际上做了一个那个那个同服三十二个人的这个连击板 咋回事啊 今天还郑重宣布我们辐射去年不是那个郑重宣布吗 我们郑重宣布本游戏绝不含任何剧情元素 不含任何NPC 然后今天又出来说我们要做我们要做 NPC我没有NPC这是重大新闻 我们游戏里有NPC 我今天分开了 我当时我就一个想法 哇牛逼也好 实际的出来吗 他们这个就是三十二个人相当于P2P同服 然后出NPC 就是这个NPC还要同步什么的 还有点难度 就是单独计算的就和一般MMO一样 不不不这个结构上不一样 就是对我们公司没难度 但是对于他们他们好像以前没做过这种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因为NPC他不是得跑吗 然后你还得打对吧 他那个NPC就是肚子跟你挫在那让你接 对对对对 就是如果他要动起来 还还不是说这个 还还不是可以无脑搞定的问题 我觉得他应该没那个能力 哈哈哈哈 就像辐射4一样应该 辐射4他都没能做到NPC动起来 嗯 今年配赛的这个发布会最大的惊喜 不是Nonalchamela papers 中田中中 中什么类的Nandalchamela 中田女社 还是东条女士 东村 中村对 中村在中村 Ah N сним 就是上来来给大家表演了一下 然后在推特上就爆红 你是说那个三上的游戏吗 对三上的游戏 然后一下就是这这这人爆红了 然后在推特上 大家都在聊他 对一天涨13万分 我看了一天 真红 对我觉得 现在已经比那个比很多游戏媒体账 官方账号的粉丝都多了 但是实际上三上展示的那个游戏 我也不知道该期待什么 没有展示玩法 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一个很老派的那种 带惊悚元素的动作游戏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美学还是很不错的 我就感觉他怎么开始走小岛那路线了 开始放片 然后每年放个片 不是现在都是放片吗 读哪 读哪 再做 那个叫什么 ghost wire tokyo是吧 对 ghost wire tokyo 幽灵县中京 对 对 我觉得他那个美学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像那个什么 我记得他那个片子中间就是出现那个什么 呃 就是那个千本鸟居 就是本来只有一个鸟巨 然后变成千本鸟巨 一个通道 然后还有那个彼岸花 然后那个什么鬼面具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鱼的作用的很不错 看实际怎么样了 他做出了一个现代和日本的交织 曾几何时 我粉三上多过粉小岛修复 但是人家对吧 一直没有出现特别像小岛修复一样 人家装逼的能力 没有小岛修复强 小岛修复都去演电视剧了 演电影对吧 对小岛修复现在 三上的这个 说到这个 又是一题外话 就是你们知道 在在拿卡罗拉一空 真正就是登场之前 在推特上最红的游戏圈 女网红 不是叫女网红 日本游戏圈女网红 就是小岛修复的那个助理 那新媒体助理 阿亚口 叫什么 就是阿亚口 他那个小岛修复的那个新媒体助理 专门帮他发推特 我落伍了 完全不知道这些事 一空气上的时候 一空气现在是第一位了 头牌 可以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对 那夜雨毕竟是现场啊 就是观众住 还是跟超级碗那种差不多 那是水 对对对 我刚刚一瞬间 我在想一个问题 今天有预弊的发布会吗 然后后来想 对我看了 为什么我会觉得 今天有预弊的 这时候说明没有重要内容 所以你才没有印象 我也觉得 今天明明感觉发布会很多 我也花很长时间去看 但是好像 好多我都没有印象 对 今年没有 因为今天没有吃了星条星座 主要在推 对 主要在推那个 看门狗 看门狗 看门狗军团 老太太 看门狗 不是做了一款 说我们借鉴了 那个塞尔达 塞尔达的那款作品 就是 就是塞尔达 对对对 那个是魁北克做的 对对对 就我们隔壁 哈哈哈哈 这款什么游戏 这款就是 主要是针对 年纪比较年轻的 玩家的市场 一个新大一批 玩法还很难说 但是他们就是 做的还挺赶的吧 就一年之中 要赶了很多内容出来 嗯 有些那种可能还没做出来 不像好的现象 嗯 不过我还是觉得 有勇气去做新IP还是好事 因为你看老师那几个 Tom Plancy啊 测信条啊 就很老嘛 嗯 一臂 之所以是一臂 他还是 应该是要新的东西 嗯 嗯 我看了一下预告 就是那个 就是他们那个赛达那种 感觉会有大量的奥德赛的 食材服用 哈哈哈 对 因为奥德赛也是魁北克做的 哈哈哈 而且都是希腊 对 嗯 我和我还有我和我同事说就是 就是 盛信条奥德赛就是他妈的世界的主板 哈哈哈 就是全平台包括任天堂 然后第一个吃云游戏螃蟹的 啊 公开的太少了 对 但公开太少了 当然就是一个一个小皮肥啊 就是 但是 但是 就是就是乔治马丁来给 这个 这个 IFS社来做这个 我 我 很好奇就是乔治马丁到底在这里面 占了多大比重 因为后来我看很多后续报道 其实乔治马丁被提及的很少 是吗 看 看了一些那个 我看了一些周边报道就是 包括采访 嗯 乔治马丁应该在里面主要是一个 是一个世界观构图 哦 用日语话 就是用日本的那个职能划分 他应该算是犀利则 啊 做犀利 对吧 犀利说定 呃 对 就是给你做世界观的这 嗯 然后可能会写一些 嗯 但就就就担心嘛 他会不会成为就变成 只是一个噱头吗 因为 因为其实 顾心高 他本身在世界观家库上就不差 对吧 然后 然后 我 而且他的游戏风格这么 你看 我看到 突兴心高的后面的一些报道 就是说 这个其实跟魂是很很像的 一个星 然后更开阔的魂 其实是 然后 我就觉得 OK 那 那要乔治掌进来干嘛 嗯 哈哈哈 就就 现在 现在所知行星还太少 所以不好评 对对 嗯 就像之前 对 只狼也只有一小段片子 就是那个时候 那后来发现哎 还是不太一样啊 对 不过 说实在的 就现在大家就默认这个游戏是魂系了 对啊 对啊 哈哈哈 就是 他是魂系这件事出来的时候我还挺虚妄的 啊 啊 啊 现在下段言比较早吧 因为毕竟是 嗯 否知信息还太 对 我觉得宫秦高好像一直还是给我不少惊喜的 至少从一代到三代啊 然后又做血缘啊 然后又做智朗啊 我是希望有乔治马廷在希望他们把故事讲得清楚一点点 不要再不要再搞那种啊天呐 当然没有没有那种模糊的剧情 你也没有文学家了对吧 所以 对感觉大概还是还是会是这个 嗯 嗯 对 我觉得还是要让你自己去体验不同的故事 他他不可能告诉你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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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三段论或者说怎么着这个英雄之路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好莱坞式的三段式 比之狼稍微不清楚那么一点点 嗯 但是还是希望能比魂系列稍微清楚那么一点点 哈哈哈哈 马丁的故事你要是真做成片段 我还真不太放心 哈哈哈哈 是啊 魂系列本身玩法就特别好玩嘛 就是说 对 哪怕没啥剧情 还是我还是会支持一下 哈哈哈哈 我是一直觉得魂系列有一种魅力是在于他通过这么高的难度 然后他他其实他的世界观承载于一种让你希望能够找到更多信息去去挑战这些boss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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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以我还是但是你你知道魂系列有个问题就是你一直觉得我想知道更多我想知道更多 但是每次你打完这个boss知道更多以后你会多了更多的疑问 然后你整个通完观之后人是属于一种空虚懵逼的状态 然后 嗯我其实挺享受这种状态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当年我好像是大学刚毕业那会儿然后玩完汉值混一那会儿刚刚刚发手没多久 我打通完以后然后整个人就处在一个闲者状态 然后那个他那个背景那个最后片尾曲是nameless song就是无名歌 然后当那个aku 对 然后一起来的时候 然后你就这样 around 你的内心当中好像什么东西 突然被被被被让你浑身 elements一起了一声 然后你就 aware 我很爽 Halo 整个人就双滑了 这游戏真的是很对我的味吧 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宫器一膏这么顶 这在上一次特别对我为的游戏 Front Software是那个玉佳,XBOX上的,玉佳百贵讨伐,是那个无双游戏 有点像无双,就是讲那个安倍清明和那个四天王去讨鬼的那个,玩那个气氛做的就是很有Front Software那种很缥缈,但是又很硬核的那种感觉 他们做了之前做上几个世代做很多类似的游戏 就是是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是,这个公司对,这个公司一直就是给我个印象就是我就是硬核,你们就是开始玩家靠边 但是你没有玩之狼吗,你不觉得之狼做的还可以吗 我还没开始玩,但是我还是可以去玩,现在沉迷于三国 沉迷,匡复,汉市 要不这样一三我们就先聊聊聊那个,要说任天堂 因为整个一三的我的感觉就是我先看了这微软,哇好厉害好厉害,然后后面就呃好像有点失望,然后然后再后面就好像没什么期待了,然后最后任天堂 来个压轴,然后那个就觉得还是挺好的,就觉得就是,就你看,你看完任天堂的你第一反应你觉得任天堂赢了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任天堂赢了,就是说我有多少游戏,我有多少新游戏,看,买就行了,就行了 有的,口袋妖怪这个得买 对 虽然妖怪少了点,口袋妖怪大了,对 这次扫了点,但是我还是会去买 但是我能理解,就是毕竟这个游戏太多怪物了,现在 对,能把一千只的吧 对,能把所有这些怪物都都这么这么做到素维上,其实还是挺厉害的 嗯,确实是,我其实我是这么看,就是他,他之前为什么招职玩家摸摸,其实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你之所以是口袋妖怪,是因为你必须要怎么做 就是你这次告诉我,我不做了,那不行,就是,是怎么说的,因为口袋妖怪代代相传,就是你群党里的妖怪代代相传这件事儿,是作为玩家购买它的基础设定之一来,来宣传的 对,就是有可能,可能会有这样的玩家,我不认识啊,当然啊,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玩家 我可能我的,我在日月里的存档里的某一只妖怪,是我从口袋妖怪,九几年的口袋妖怪蓝里面转过来的 对,对,然后你现在,你说你星座不接受之前的任何存档,那等于你告诉玩家说,我这个妖怪就是,我这个Pokemon就是星座了 那我这个Pokemon跟之前的Pokemon,除了Pokemon这个名字一样,那其他都是不一样的 他最做,对,这次他最伤害的就是这些系列老玩家了,就是忠实的系列老玩家 对,就是你做那个,你做皮卡丘我们走,做那个伊布我们走,做那两个我们走的时候,没问题 因为你说了你是初代和Pokemon GO元素融合的这个三外片 对,所以玩家没有意见 嗯,那你作为一个系统正做来做这件事的话,其实是不合适的 嗯,是不让大家失望的,我觉得合理是 对,嗯,也许以后会出一个,出一个那个获得的办法 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就已经正在补了 对对对,他们还是后面会补上的 比如说可能在18就肯定不能期望了 一共加起来得有上千了吧 对,上千了,已经破千了 哇,现在这新作为已经破千了 那数据量好大 但是我感觉虽然《海妖怪》是一个全世界最怪物级的作品 对吧,就是基本上每代都能卖成百上千万的 但是好像他们工作组一直给人感觉不是特别大 对,他其实就是一个拥有着世界一级IP的一个二流厂商 对,真的,我Game Freak就是这么一公司 真的,大家不要把它想做得多好 它就是一个拥有世界一级IP的一个二流厂商 甚至在二流里边可能它都称不上 对,都称不上特别好 是说技术能力方面是吧 对,技术能力,我说是技术能力 包括我不觉得他们规模好像很大的样子 我觉得 以后估计得扩张像一千多个妖怪怪怪 而且又要上 这个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前段时间我看那个有个群 就微信群里面也有讨论同样的问题 就是最近不是那个这个这个已经跟E3有点没关系 我就稍微题外话插一句 嗯,就是之前不是一那个雪巫终于上市了吗 然后然后雪巫是我唯一一个backup的作品 就是我在它一二年的时候backup它一百五十美金 然后然后然后就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恶魔生 尤其是月下之后的作品 所以所以后来我我听到雪巫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就当然第一时间支持 甚至现在它上市以后很多人吐槽它的画面嘛 但是我还是觉得雪巫做得挺好的 嗯,我也觉得至少你会 对,至少你会觉得说这个类型总算是后继有人了 对吧,不是说死掉了 嗯,但是这的确呢 当年这个这个游戏据说有五百五十万美金的这个众筹支持 而且还我估计后面销量什么各个方面也都挺好的 然后就就主要的讨论就在于就是说 你既然在众筹时就众筹了五百五十万美金 但是你的画面质量还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嗯,五百万要说多不多说少其实还挺少的 对,就是我觉得五百万算多了 你看,就是我,但是我没实际做过游戏 对,就没实际做过游戏 对,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意思 所以我不知道 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但是我能对比的是 都是在日本做的吗 应该都是吧 应该是吧 没有外包吗 没有外包吗 没有外包的 他就是,他不是全外包的吗 对啊 我不知道 哦 当然就是他的外包公司可能都是找日本公司 哦 ok 有五百万美金是吧 五百五十万美金 对 他就是三千多万人民币咯 四千万 还行 还行 还行吧 是因为他其实不需要烧到这么多钱嘛 但是你恶魔城的话 其实他还有还有其他就是他众筹资金 还有其他资金也在的 嗯 哦 他有其他资金是吧 就是 就是 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应该是中间在开发的时候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吧 你看到画质其实都已经调过一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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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我还是觉得就是有这个预算做出来东西是合适配得上这个预算的 嗯 应该还ok 你觉得这个画面是对自己的预算 呃 如果他在日本那个做的话 是的 在北美做肯定做不到这个效果的 哈哈 哈哈 嗯 所以还是特别的成本 日本的 日本的成本可能是北美的 可能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 这么低呢 对 对 你看公司啊 你要做那个 呃 就是智隆明城的公司 哇 那成本肯定高 哈哈 是吧 对对 所以说 呃 有一些美术 就是说不是在大公司吗 他开价估计不会特别高 啊 但 对 北美这是普遍高 就比较麻烦一点 嗯 嗯 不过说实话 我对雪屋现在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水盆还是很满意 嗯 我评价挺高的 我看在steam上也是评价蛮高的 对 他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 就是在低版上开的时候 就所有人都说你五两小子拿钱干嘛去了 对啊 对啊 四个人小小幸福一样到处旅游 然后大明星 对啊 是 后来 然后他再更新了一晚给我印象改观是在那个双头龙就是围着塔转的那个boss战的那个视频放了之后 我觉得这就是噩梦城的实际水盆就是乌兰肖斯确实是有本事 没灰霍 对啊 没灰霍 没灰霍 对 他现在呈现出的水盆 以我个人我现在玩到的实际 所以持久以来说我可以给他打9分 就是他补全了我在月下一强曲中的遗憾 就是在月下一强曲 月下一强曲有的东西他全有 而月下一强曲当年没有的东西你觉得可能会有 人们的各种技能系统包括现在的这个导演系统他也全部都做出来了 那实际内容又比月下多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对 而且中筹的时候说的他们答应的那些模式也都做进去了 对 对 这很难得啊 是啊 还把玩家的猫放在那个画像里 一开始长期就有好多玩家头像嘛 对 我看那个猫好可爱 嗯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其他的呢 其他的NS上 老任上的这些游戏呢 光业之息啊 对吧 这时候最大的一个了 对吧 孟建岛 那个 那个真的有好玩玩 还有那什么的remake 那个圣剑3 哦对 圣剑3 圣剑3remake非常意外 这个系列我本以为已经完蛋了 嗯 就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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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东西三属于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 啊 是吧 被奸商流放到 无人岛 哈哈 卖身还债 我还说还债 我吃惊的是科罗美娟 居然又把混道楼拿出来盯尸了 啊 对 而且编的还不是正座系列 他编的是MB这个系列 啊 对对对 可能 是Core系列 嗯 然后有人看到那个发布会那个画质的时候 他说 嗯 这个是现在的作品 哈哈 现在这个时代的作品 嗯 是很古老 PS2是吧 对啊 就是那个画质 让你觉得噢 而且混豆楼不是有个新作吗 就是那个 哦 对就是那个 啊 是那个吗 是叫什么 这是叫什么 他没干扣是吗 嗯 我想想 就是多人连机 地气大 呃 四个人连机 然后名字叫 呃 Rogue Core 呃 对 这是他副表题 对 他是他是那个MD上那个Hardcore 哦 对 啊 混豆楼 流氓军团 流氓军团 对 嗯 我看了之后 就虽然我明知道他可能没有什么诚意 但我还是很兴奋 柯纳尼流氓军团 哈哈哈 流氓柯纳尼军团 哈哈哈 嗯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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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就是把一些老的系列重新搬回舞台 然后我说明NAS卖的蛮好的嘛 然后大家都对NAS很有信心 有些日常 对NAS很有信心 嗯 嗯 其实还有一个今天一番 嗯 就是FF7 啊 同志 嗯 嗯 我觉得FF7 他那个战斗其实演示的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他 他有点太长了 嗯 对 就是你刚开始还挺兴奋的 哇 那个第一个boss对吧 对啊 但是后面 嗯 只能说是可能玩的感觉跟看的感觉不一样 然后 你boss战打了12个 哈哈哈 对你不这么说我都没有意思啊 反正我就觉得好像有点长 然后看着有点 对 对 然后之后是好像还有风花学院 然后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SE接着 这个SE还没有讲啊 SE就是 SE整个的发布会 就是一个打写的FF 嗯 什么都是FF 对 做个什么屁游戏都是FF 然后感觉这个游戏都已经可以跟有F不相关都行 但他也是 嗯 就不相关的他都扔到任天堂那边了 好好好 哈哈哈 好吧好吧 这ip是摇权术啊 对吧 其实我说一个可能可能是以就是怎么说阴谋论的就是观点啊就是在他们公司之前那一波人尽皆知的内斗清理掉以巴克国信为首的那一波研发之后就是20年前啊 我觉得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对新IP的发授能力了 嗯 嗯 就是先是孙雅太吉走了啊 然后 不是先是那个谁 先是邦谷国信走了 然后又挂起了核心丘脸 然后孙雅太吉走了 然后 之后是因为FF14的研发失败是神经浩一吧 嗯 就是邦谷国信那大学室也走了 就等于现在这公司是野村和北赖泰研发方面是野村和北赖泰聚首遮天的那种 然后这批人是从FF78开始之后就也没有研发过其他内容 哦 还有一个保镖天安苏人保镖是他们做的 嗯 这公司真正现在在大半个公司几乎就没有是这些人创造的 你说SE是吧 对 除了 除了 对 除了他有一个 EDIOS 他旗下有EDIOS 嗯 做古墓和那个 啊 杀猪重围系列 也不能算是他们本家 并不算本家 是是收货的 但就是说 Montreal这边把它改 改叫那个 SEMontreal 嗯 对 嗯 不过 我一直觉得 FF 除了FIT以外 整个发布会里面 我最期待就是FF14 今天要面对的那个自导片 其他的我都 whatever 嗯 因为我FF14一直以来知道 我刚才接了个字 刚才突然来了电话 不好意思 嗯 没事 然后 对 SE反正就是一个大写的FF 然后 我最期待的还是FF14 其他的 都OK 啊 你不期待FF7吗 哈哈 FF7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是完整版 不用评告啊 都是老佛呀 买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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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7我没玩过原版 好玩吗 哈哈 我发现的不是原版 你好意思做游戏吗 你快点走回国 我靠 我靠 我在FF7原版的时候 我才多大 我出生了没有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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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装90后跟吗 那个 FF7原版就是97年了 简单聊一下 对97年我还七岁 我靠 我靠 我玩FF7的时候 是在04年 然后那个 不是04年 就是5月年初,就是在我出国之前,我玩了一下FFT,原因是因为FFT在那时候被汉化了。 对,最出名,因为它是... 海空战士。 三张盘。 那个时候,其实,最终换想... 你说吧,你说吧。 那个时候,其实最终换想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始终没有中文版本,就是最终换想是一个非常重剧情的游戏嘛。 然后,所以你没有中文版本,基本上对于就是说英语或者日语不行的玩家,就基本上就绝缘了。 然后,那个,所以当时天换那边翻译了一系列的FF作品,然后FFT是其中一款。 然后后来,后来它出来以后,当然它可能我玩的时候,它已经汉化过一阵子了。 然后我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游戏我一直想玩。 然后其实我第一次接触FFT是FF1和2,但是当时我就始终没有办法get it,get it.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都说这个游戏好,但是我就不知道它好在哪里。 然后后来再接触的时候,就直接就跳到FF8了。 然后就直接跳蓝色。然后FF8呢是语言完全不通,甚至由于语言不通,你根本不知道它系统在干什么。 就是因为FF8的那个系统很怪嘛,就是你基本如果不会玩,你可能打半天你都生不了击。 你都没有办法你自己做任何成长。 FF8是比较早的应用那个就是动态等级的。 你越强,敌人越强。 对,所以是一个挺奇怪的游戏。 然后2004年那时候,其实最终话讲12都出完了。 没有,10都出了,然后12还没有上市。 然后当时玩了FF7以后,我的感受就是这个作品太牛逼了。 就里面有太多的这种桥段,你就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个史诗级的作品。 就是而且它你在想它本身又是世界上第一款3DJRPG。 然后它的完成度和它的整个游戏的内容的丰富程度和它里面表达的东西都做到这么高的水准。 你不得不配顾当年的SE的这个实力和情缓。 嗯,哇,哇,是,楼下有人把电烧了。 这个季节有喝酒喝的多。 天光是吗? 开玩笑的。 我还以为成都有地震。 对吧。 对吧。 因为魁北克醉鬼多。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FF7的重制版会是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 因为我不知道它这种重制以后它会有多少的更改。 就是它能不能真的按照原汁原味的把那个老IP的当年表现出的那些让你很感动的点重新表现出来。 尤其是之前那种就是之前它拍了这么多电影对吧。 这么多CG电影。 然后那CG电影就感觉挺浮夸的。 很多感受跟你当年玩FF7很不一样。 因为FF7它由于画面和机能限制使得你有很多想象。 它就有点像你看小说一样对吧。 每个人看小说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至少我不认为就是后来将军之子那些是你对FF7的一个感受。 你知道将军之子它后来打萨菲罗斯都飞到天上去了。 你会觉得吗? 如果真的克劳德能干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还要跑那么远去跑那个迷宫和地图? 这个当时的感动是有时代背景的。 技能也好,同类型游戏的质量和它竞争的能力也好。 当时环境各种各样因素造就了它,只有它能在当时带着我们这种感动。 之后电影的话,你想可能周边其他竞争者也好,同类型产品都出来了。 不过还好,目前它公开的这些人物和影像,感觉他们还其实挺。 至少有这个异象,挺忠实想还原这个FF7的内容。 只是我觉得F7的内容这么庞大,它光第一个BOSS战就打了这么半天。 这游戏得做多大呀,它真的能做得到。 还是回合GRPG,还是加入的动作? 感觉是用了那个FF15的素材。 对,是我的那个系统。 对。 不错,不错。 它至少要用一些其他家的引擎。 我看这游戏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到今年才算是有这个。 感觉这个游戏如果它真的能够把之前的FF7的内容全都还原的话,那这游戏绝对神奇。 而且没有可能是时代级的。 因为FF7的本身的框架和内容是确实是已经在哪里。 然后它根本不需要添油加速,它只需要按照原先那个去做就行了。 按照新时代的技术,把老作品重新翻弄一遍就行了。 把那个内容重新表现出来就好了。 但但我就很担心它们没有这个,它做不到啊。 你知道吗? 有点像那个口袋妖怪,你要求它1000多个信任全部出场。 你知道吗? 我感觉口袋妖怪,我个人感觉它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其实加入不少新的自己审美在里面。 可以看到初代口袋怪的审美和现在的审美都不太一样了。 对,手机不是翻盖了,都已经是平板的那种手机了。 又不是骑自行车了,都已经滑轮了。可能平衡车啥的。 当时FF7,对,FF7是那种特别真气朋克的那种感觉。 但现在,如果正正审美到2019年2020年,可能会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中气朋克大战赛波朋克。 反正他们发售是那么接近的。 还抢在了赛波朋克之前呢。 那我觉得还是赛波朋克的这个受众面大一点。 有变化其实不算坏事,但是变化多少要掌握一下。 行,那我们要不一三就先聊到这儿,然后后面时间我们可以重点聊聊无数之地。 是的,今天的主菜。 然后我其实是非常喜欢玩无数之地的。 然后但是有几件事情我非常的不理解。 我也想问一个演员。 第一件事就是前段时间无数之地的那个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到现在大家都很不喜欢你们的那个,算是CEO,算是发言人。 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说这个评价。 一会儿突然有一个律师加进谈话。 说你好,我是合规部的,你刚才泄密了,我们是谈话吗? 我可以说一下内部环境,就是说还是没什么太多冲突。 但是就是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PR的问题。 这其实不是一个跟开始游戏本身没有关系。 对对对。 跟游戏本身没有关系。 对,像这就是说,这个事在行业里挺多的。 包括玉璧也就有。 我还碰到过,不少我以前在玉璧。 所以说当成习惯吧。 好,那我们还是说游戏吧。 然后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件事,就是竟然无数之地2多了个DLC。 对,就是我们这儿做的。 为什么都到这个时候再做一个DLC呢? 我们想把2代和3代当中间的故事要补全一下。 其实这个决定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是3代已经开发的挺久了。 是从去年3月份还是5月份开始,3月份吧。 不知道几分,反正就是做到现在就做8个月。 就是研发研发的8个月。 其实挺快的。 对,效率还是挺高的。 也就用了多少人啊? 30个人左右。 其他人在做其他东西。 所以是在开发3代的过程中突然想起来。 觉得我们应该干个这么多的事。 然后抽出一部分人,我觉得就开始开干什么。 是是。 因为我们这儿就是基本上都是老手嘛。 就是做这个东西都很熟练了。 嗯。 之前反正2代有些东西是可以复用的。 嗯。 我也不用重新造轮子。 对对对。 就做一些比较很unique很独特的东西。 就是放进去。 反正也免费大家玩玩。 这也算是一部分就是说宣传策略。 就是说我先公布一个我三代游戏。 然后再公布一些玩法。 然后再公布一个DLC。 嗯。 然后再公布整个游戏。 就是说一步一步的营造一下那个就是说推广的。 对。 这是就是说游戏行业比较经典的做法。 嗯。 但是但是这个给那么早之前的作品增加一个大补丁这个做法。 好像除了你们我也没见过别人做了。 比较独特。 比较独特。 对。 而且而且给人感觉比较良心。 因为这不是单纯的只是提升一下等级上线。 或者加点刀具那么简单。 这只是还加了剧情内容。 嗯。 对。 像City Project ride的学习。 对。 你们已经到波兰去发展了吗? 并没有。 雪旱工厂的方向发展是吗? 不不不。 我们这很悠闲的。 悠闲到基本上从来没加班过。 对。 可以形容一下那个在在你们那边工作的一个。 大概的状态。 嗯。 我是说一下。 嗯。 我们现在状态比我之前的状态简直好太多了。 我之前在欲碧待的真是太难受了。 我跳了。 跳到这儿之后。 一天大概八九点上班。 也早上是没有成位的。 就是不用去报告你今天做什么。 你跟Leader说,哎呀,我做个这个啊。 他说行行行你做吧。 然后我就做了。 他们也很放心。 嗯。 因为我们这儿都是属手啊。 像那个做那个使命招贩。 做色情球挖过来的。 就是说。 就是说你你做基本不会捅如此的。 东西做。 嗯。 大家都是在能够掌握的时间之内做完。 嗯。 然后中午就是。 有的人喝咖啡。 有的人玩玩游戏。 基本上下午有小孩的。 基本上四五点就走了。 而我是大概做到五六点这样。 然后就回去。 今晚没啥压力。 嗯。 嗯。 这个挺爽。 我们公司现在还不错。 但也没有那么爽。 嗯。 嗯。 我觉得我。 我们这儿比那个德州要舒服一点。 德州那边待遇好一点。 但是压力大。 嗯。 感觉普遍。 美国是待遇好一点。 然后压力大一些。 我觉得美国人还是。 太轻快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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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arbox这工作是。 嗯。 整体来说啊。 就是比较layback的。 就是说。 压力。 比其他公司不算太大。 但是就是说。 规范。 没有特别多。 有时候会有点。 从。 就是说。 呃。 管理上有点。 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的这种情况。 啊。 对。 人少。 的话。 适合这么做。 人多的话就不适合了。 Gearbox有多大呀? 呃。 在。 德州。 对。 达拉斯那边。 大概有。 两三百人的呀。 我们这边是一百人。 我。 然后。 同时有数个游戏在做。 当然。 无主是。 最主要的游戏。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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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 无主这个项目大概有。 至少有两百多个人。 内部是两百多人。 两百。 两三百。 然后外包也包了不少。 诶。 这个这个刷说回来。 这个无主之地三的上一座。 其实是无主之地前传吗? 当时好像是交给。 别的公司。 Hotel。 哈哈。 那个。 我不是说故事社。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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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交给其他人做的。 对。 但是那个好像评价没有特别高。 是吧。 嗯。 这个我不否认。 我不否认。 对。 然后这个。 这个。 我觉得这个。 最有意思的是。 首先第一个是。 第二岁给的不是。 前传。 给的事实上是更早期的。 二。 然后。 这个蛮有意思。 可当然当然。 其实是因为时间点。 确实也是二。 衔接三。 就是前传不可能衔接三。 是。 嗯。 对。 这也能理解。 然后另外一个点是在于。 就是说。 呃。 我自己玩了一玩二以后。 我其实是对三非常期待。 谢谢。 对。 因为。 我对。 就无主之地。 我不是第一时间玩的。 因为我不喜欢他的画风。 一开始。 我觉得他太。 美。 美。 那种。 你知道吧。 是。 一开始也。 有点过于风格化。 让你有点。 不知道这个游戏是自己。 然后后来就是。 特别。 特别高。 然后大家评价都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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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诶。 诶。 然后,而且他的故事真的很逗逼,你知道吧? 你说,就里面的各种对话都特别有趣。 是。 哈哈,各种各种冷幽默或者是一些一些致敬之类。 嗯,欸? 人都很有个性 然后你就顿时就对这游戏特别好感 然后就开始期待二代 然后二代出来以后 二代你也完全没有失望 因为二代真的是就更大 对吧 更好 其实其实模式上没有太大 刷的更多 刷的更多 然后画面更新 然后场地更大 然后故事更丰富 等等等等 对 短线一公斤 是 画面这个风格 我听前辈说是这样 就是说之前就决定做一个很一般的了 就是当时下流行的那种 当时说起来写实的风格 就没什么卡通线 也没有什么漫画风格 然后后来觉得 这市面上东西太多了吧 就跳不出来 就还是要加一下 就网上YouTube上还是有这个 没有加过卡通线的那个版本 那个版本可以看的 就是一小段 公开过是吗 公开过以为 好歹觉得还是要加一下 加一下这种风格 对 那也形成自己特色 就是好事 所以这就让我不得不开始 因为那个时候 二代结束以后 电视DLC可能刚出也没多少 就已经特别期待三代了 然后就觉得 因为二代其实是有一些意犹未尽的点 就是当时就觉得 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完全的开放 会更好 或者是怎么样 就有一些想法和诉求 然后 但是结果很多年没有消息了 然后 然后当然后 当然后后来就出了前传 又出了Teltails那个游戏 其实前传我没有太晚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 就是这种在月球上跳很高 这种这个点 我也不喜欢 虽然当时是一个卖点 是吧 但是但是我觉得我的第一反应 我是有点反胃 你知道我看里面 我觉得有点晕 就刚刚看预告 我就已经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了 然后所以我就没有 没有敢去碰 嗯 然后对 对 所以所以我就想知道 就是你们这次对无数机三 就是说 你们是怎么样一个想法 就是觉得 觉得就是说 因为因为现在 其实已经公布了很多消息了 然后然后就是 就是有哪些是你可以可以说的 就是可以觉得说 我这次在哪些方面是有很大改进的 我可以 有点有意思 历史可以看一下 嗯 就是做完二代之后怎么样了 你就做完二代之后的 他不是出了一个Battle Ball吗 为战而生 Gear Boss 嗯 为战而生 就是那个 对 就后来 嗯 表现不是特别好 但是就是说 也不后悔吧 因为 Gear Boss 其实不是那种就是一直吃着 就是说一直愿意吃老门的 五五之力算是老门 但是 也是 也是 就是说 没有因为就是说 啊 是 呃 Battle Ball失败的 我才做五五之力 是 因为就是说 OK 我本来打算做这个东西 但是 其间我又想找点创新 OK 呃 创新既然 既然表现不太好 那我就继续做五主之地吧 呃 但是 没什么后悔的 嗯 然后 之后 之后 无主之地 这事儿 大概开发了至少五年多一点 差不多 嗯 嗯 五年多一点 然后前期 买来回回的事情花了不少时间 嗯 得有一年 就是说设定啊 决定什么方向啊 之类之类 嗯 嗯 然后我还蛮去的不算太太早 我是 差不多 要到那个 大多数地图都已经定下来了 boss都定的差不多了 嗯 我是开始加入 开始做 嗯 当然就中间还是有那么一点来来回回的 比如说我们也删掉了 删掉了 删掉了一个新的载具 嗯 就那个东西 可能让我同事其实有点沮丧了 因为他花的不少心思在上面 嗯 嗯 不过 不过我自己觉得因为有的新功能加上去的体验 可能还是不太好 那删掉就删掉吧 因为做了不少测试嘛 嗯 嗯 比如说之前说的载具啊 嗯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那个那个 呃 就是叙事的东西 可能说不通 那就不做了 嗯 嗯 反正就改 嗯 然后就 换面来说 之前最早是想用 虚幻3就是UDK做 但是 发现后来做了一会儿虚幻4出来了 嗯 在研究 可不可以搞的加入一点什么什么哎呀很炫的那个光照 那就加一点吧 你可以注意到就是二和三之在二和三之间就画面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不是什么简简单单的那个素材重新用就是模型都假细了还有那个光照都还是很明显的嘛 嗯 嗯 嗯 当然这是这个画面只是一部分呃 重要的还是玩法 嗯 玩法就是 刷墙这一天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一天是 可以可以可以 绝对是 重头戏啊 据说是超过十亿是吧 十亿不十亿很难说 呃 我不太好说这个事但是说 我们有不少很逗逼的强 比前几代逗逼好几倍的 还有比这逗逼的 你真是的 我还比你一天 你也期待一下 我好想好想好想 嗯 嗯 还在就是说在那个弧B上面比二的要更上一层楼 更机制 我还在谈起来 嗯 跟虎B 嗯 我就是有时候坐着坐着就是那个视那个地图的时候我坐着坐着我就笑起来我靠怎么怎么想出来的这种人 这脚子了自己都做嗨了什么 因为策划他们就是脑子我不知道怎么长的 反正就很搞笑 我是没说 到底什么样的团队能做出像无辱丽这种这么逗逼的 这么狐逼的游戏 很难下去吧 本部是那种帮德州人 德州人就是很德州对吧 喝多了 然后就强强强 上海大佬在这我问个问题 因为我这个人玩FPS游戏的时候就会出现动态视觉眩晕 然后我就会恶心 就是那种生意性的那种不适 我是玩无主之间二的时候 然后那个就是 因为我知道这款作品很好 我就希望能从头到里玩的一点 但是我坚持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就是生理性感觉不适 然后但是我就是说同样是FPS游戏 就是说有些FPS游戏我就能不晕 有些我就晕 比如像爽先锋或者还有某些 某些我就不举了 就是以他为代表的某些FPS游戏 我玩的时候就感觉 我玩甚至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一直玩都不会恶心 我眩晕 但有些的话就不行 就是我的生理性的反应 就特别晕 10分钟20分钟我就受不了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导致 我也有这种提案 就是大多数 对对对大多数的时候 是我在网络比亚的时候 我玩一下 对对对 就是这种 就实在受不了 就是那个头一晃晃 这眼睛都是糊的 什么东西 对对对 几个原因 就是一个是帧率 你眼睛晃一晃 但是画面还停留在上一帧的时候 对 就是眼睛和身体不协调 还有就是糊 糊的有点厉害 那就 有时候就动态模糊 什么的 夹的效果太多了 然后就是摄像机 你有时候转的太快 转太快的时候 就是还是眼睛和那个操作 就是协调性 就是说没有搭上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 手上行风 就是说 我没有就是说 我没有特别了解它技术 但是我玩一下 我觉得就是 它画面中元素 不会太多 相对于其他 就是视频召唤 画面元素特别多了 嗯 嗯 你同一帧你要 眼睛你要记住的东西 呃 传到脑子里的东西 好像 信息量没那么大 嗯 那么 两个 画面元素少的话 呃 OK 我马上就记新的东西 那其实还行 明白 就是说白了 我大脑很疲劳 我看到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大脑越来越疲劳 然后它会加剧我的那个疲劳感 是吧 呃 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就 我觉得我选择了 只要是你手脑接受信息太快了 所以 呃 才会引起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 但我不是做广告啊 你可以买个G-Sync 哈哈哈 你可以解决 很多问题 至少80%的问题就解决了 买个什么东西 啊 G-Sync 啊 啊 对对 OK 哎 我是觉得首先是帧数肯定 提高帧数会有帮助 嗯 然后同时我我就刚刚总结一下 我觉得提高帧数 然后就是 就关掉动态模糊 嗯 同时还适当的调整一下你鼠标的灵敏度 哈哈哈 降低一下鼠标灵敏度 其实是 嗯 就举个例子 你就是说 嗯 把一个屏幕分成四个屏幕 嗯 再不晕的人肯定要晕 哈哈哈 哇 东西太多了我看 那一个好 那我们不如聊一下那个 那个 你们玩无主之地的时候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感受是怎么样 或者他跟 他跟 暗黑的那个 呃 比较或者怎么样 呃 呃 无主之地呢 我 我自己的感受是 呃 呃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他 他其实要比暗黑有意思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 我我我 我的 这是个人感觉啊 然后我觉得无主之地 比他更 我之前开车的时候我听 嗯 因为就是听就很燃 就很嗨 是 然后 对 他那个气氛就是属于 这个我是觉得 暗黑是没有的 嗯 嗯 暗黑比较深沉 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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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我们走的就是这路线 就是 嗯 爽 是吧 不用不用过脑子 对对对对 因为前期评价只是那个 呃 我看的话啊 就是刚才养人说的 呃 就是剧情评价 但他 玩到后面 因为 这个游戏能支撑我几百个小时 去刷的 嗯 后面就变成刷的游戏 对对对 到后面是 就特别靠刷 后面那个刷是不一样 暗黑刷仅仅就是树枝上面的刷 嗯 就是我树枝 拿到一个绿桩 拿到一个什么桩 拿到一个石头 或者怎么样 然后打上去 怎么样 他那种刷是什么呢 就是 你在一段时间那里 你可能玩这个枪玩力了 突然间 啪又刷一把新枪 这把新枪就等于是个新技能 你知道吧 就是 全部一样 是 对 他又跟这个角色的技能配合起来的 对 对 他跟那个角色就 他每每把枪的玩法 又跟角色那个技能一配起来 就很骚 就 就没把枪玩的不一样 这就是完点了 嗯 就是 就 有点那个表演性比较强 嗯 嗯 而且 而且他是主主角设计游戏 那主主角设计游戏 其实在技巧性 本身就比这个 他他多了一个多了一个维度 就是本身就比这种 这种 就是相当于主角的这种游戏 其实在在操作上有复杂性上也要强 嗯 更多 还有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多人玩的时候更有意思 这次 对 三代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相信你们也看过 就是 匹配的时候啊 是建立一个实力 也就是说 我一级 可以跟一百级的人一块玩 但是我一级刷到枪 和一级打的敌人 等级都是低的 数值是根据一级的人调出来的 一百级的人 也能享受和一级的人一起玩的乐趣 但是我刷到敌人的数值和刷到枪的数值 是一百级的人才能刷得到的 我天 啊 就是说在不破坏数值的情况下 嗯 嗯 应该说在不破坏数值平衡的情况下 可以让那个星号和老号 一起享受那个刷的乐趣 嗯 嗯 这算是一种动态的数值调整 是 是 嗯 假如像 一般 做那种 呃 呃 老号带新号的那种 嗯 就是就是刷到后来 就是其实都差不多了嘛 就是说挑战性就比较弱了 嗯 这次做了一个这个调整 还是嗯 一个新的尝试 但是我听说还是支持之前那种刷法是吧 就是小号呃大号直接可以一下带小号的飞起飞这种 嗯 你这个 我慢点问问看 这是个好问题 对对对 其实我我对动态等级这个事 就持我持保留态度 嗯 是吧 就是我之前已经玩了太多动态等级的东西 就是我 我是 就是戴森封锁一和二我都玩了 就他们 就是每一步道做的就令人满意的是吧 就是目前还没有玩到动态等级能够让我感到满意的 就是我 就我作为一个玩了几百个小时戴森封的人 我可能已经玩了上千个小时 为什么我在和低等级玩家组队的时候 我造成的伤害和低等级玩家是一样的 这件事一直让我非常不舒服 就是现在主流小时都在这么做 对 那我我我我费心巴力提升装等 我费劲去刷那我的意义在哪 让我产生了深深的疑问 嗯 对我来说就是 我也觉得就是从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看 嗯 这个你做动态等级 也就是说是动态难度 这个动态难度由于它是外显的是竖直表现的 所以让这个怎么说呢 就让这个世界显得就不真实 就是就是你感觉就是说哦就是对吧 他们同一个怪他根据我等级他等级会变 你就觉得就是那种这叫什么 那种authenticity就是就没了 就感觉就感觉就是你周围做那些特别是特别是像什么 全境呢或者这种他做了这么多努力让这个世界看起来真实 但是这一数字一标就让我觉得authenticity就是这种感觉 对而且全境是你的等级越高你越难打 对 就等级越高对你来说你中等越高游戏的来说越难 但我觉得全境还好 你花的时间越长你越弱 全境还好因为他的他的升级的路线没有那么那么长 他不像无阻那个太长了 这个动态会让人那个落差感会太大 其实辐射4也是这个问题 辐射4也是你玩的时间越长 你数值上越强 但实际上你在游戏中越弱 越弱 对就是你到后期你是打得过随机 就是怪物他会等级跟你的玩家是同步的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我说的不是动态等级这问题 我说只是连击的时候就是生成一个实力 你自己刷其实还是 就是有等级压制是吧 是是是 你意思就是说高等级的打那个怪 标的数字跟低等级的那个人打那个怪 就是他本身看见那个数字是一样的是吧 在他本级 就例如我是低级的 我打他111 但是他还是去那么多学 然后那边高级的打他一钱一钱一钱 但是还是扣那么多学 是是这个意思 呃是会按照比例配 就是说 对对对 那我大概是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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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就是打个比例出来 然后对对对 跟你等级相应的一个数字出来 是 那这个比例是按照低等级那边来基于低等级的 不是就高等级跟低等级都一样的 但是还是按照他当级 就是你给换一个 你等级高的时候 对对你来说这个敌人是一万 对低等级来说这个 还是一千学 对我知道 但是这个是根据 这个难度是根据低等级的来的 对吧 不是不是 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实力 这个给给低等级的可能这个怪是一百学 低等级的看他是一百学 高等级的看是十万学 因为比如说吧 假如你打第一个boss的时候 那有一个大号都已经打到 都已经通关了 那他回去打第一个大boss 其实是可能一掐就可能把第一个boss秒掉了 但是他现在要跟一个低等级的人联机 那这时候打这个boss是一个什么情况 哦 这是个好问题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那就相当于高等级的人在二刷 那么就要根据高等级的人二刷的那个 上海来看你高等级那边能上多少学 然后低等级那边就说按比例分一下 仅仅是这样 还挺复杂 就是说你你玩游戏就是说高等级 有的人就说OK 我打第二次打那个boss是从还是从一级开始打 有的时候是第二次打的同一个boss boss等级也升高了 是这样子 但一般来说就是说重新刷同一个boss 难度肯定是要跟本地的玩家有匹配的 不可能就是说我一枪虐的那种 那意义不可在呢 一般像线性游戏你想挑战两次同一个boss的话 你或者是通关之后等级归一 然后重新再去打那个boss 要么就是boss等级也提升了 那么重新也有挑战性了 所以一刀秒一个boss的情况 我不知道也许有游戏这么做吧 意思就是说 就打怪的时候是一套 到打boss的时候又是一套机器 可以这么说吧 像我记得两代嘛 我们说就说测荒那边具体后面会怎么调 但是两代时候如果我从高等区域回到低等级区域的话 我倒是可以一枪秒这些怪的 对有等级压制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实际他因为他后面会解锁更高难度 更高难度的话 实际上他也有等级同步这种难度 但是就是说等级压制玩的东西 获得loot也其实意义不太的 就是刷的东西也 对的东西也是比较使的 还没有太大动力去等级压制 那就是说会有带小号的问题吧 就是说他可以带小号起飞 这是个可以考虑的东西 对 这是个可以考虑的东西 其实我想到那种情景是 我突然间带一个新人来去玩这个游戏 然后有个boss是特别好玩特别好玩 我就想带他去试验一下boss 其实我想到的情景大概是这样 带小号我才不带你自己玩 但是还是尽量要让那个刷也有刷的有挑战 就是仅仅是 第二秒就没有miss了 第二步你看那什么 我打到好像第三世界第四世界了 我再回到那个避探所回来 打那个酷的有啥意思是吧 对对对对对 而且而且无主之一一直以来他那个大家一起挑战一个巨型boss还是很好玩的 嗯 嗯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还是 我还是担心像全球封锁2 现在不是已经开了世界5吗 嗯 它其实是变成了那种状态 就是你现在好比说你现在的杀伤是20万 然后敌人的血是20万 然后你换了一个装备你装等提升了10 你现在变成了25万 然后敌人的血也变成了25万 不管我装等刷到什么地步 不管我刷到有多强 敌人对我来说强就是鱼啊 嗯 我没有感觉到敌人因为我变强而变弱 嗯 希望无主之力能够 这也不是我喜欢的 对 这又不是我喜欢的 我也不喜欢这么玩 还有一个遗憾就是那个无主义那个魔女 她的技能是很不适合多人的 是吧 嗯 这次她不是 有没有想过怎么去解决问题 就是那边 嗯 你说 就丽丽丝那个时间停止 丽丝时间停止 这代应该没有吧 丽丝这代没有 现在是全新的 不是 因为她是 这两个 二代跟三代都没有嘛 但是我就是想 她那个技能确实挺有意思的 但是 她就不能多人连机 她多人连机根本就没用 这个东西 这是个好问题 是 嗯 嗯 嗯 如果说我是设计师的话 嗯 做时间停止这个东西 那只能让所有玩家可以懂 不过很以后我不是设计师 嗯 就比较可惜了 嗯 嗯 因为这代莉丽丝是作为NPC登场的 对 嗯 嗯 啊 莉丽丝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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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表的 嗯 我觉得二代那个魔女出戏多了 玛雅 嗯 嗯 我倒蛮喜欢玛雅 因为这是这代看上去像绝地武士 哈哈 这戴武士 戴那个帽子 还没玩到 嗯 嗯 嗯 目前就就就是也你这边你自己在最新的这个物质第三里最最喜欢哪个人 最喜欢哪个角色 哪哪个角色 我喜欢那个开机器人的 啊 嗯 不过我debug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还是那个呃 呃那个白胡子那个 白胡子那个是 嗯 就是那个干员 探员吧 嗯 嗯 嗯 就是男的探员就是可以放全新影像 哦 嗯 因为debug默认是用它 哦 我自己喜欢是喜欢那个可以开机器人的mouse 那开机器人就是有点像之前那个大众的那些那种双枪双枪的 嗯 他的一个 yeah 是吧 威力更大更熟 不仅是双枪双架的变成了一个可以开机甲的 嗯 你看机器人他还还有技能可以吃了 对吧 那机器人技能算是给机器人换装备 对 可以 嗯 嗯 这个呃那个载具部分加了不少新东西 花了不少新功夫 嗯 我玩了下来就是模式可以切换出不少模式 可以变成吗 有 有 有变形模式 有那就是你开的模式会变 嗯 嗯 这么这么久啊 就是一个走路的变成一个开车的 不是走路的变成开车 就是开的 同样是车但开的模式会有不一样 有这样的载具的 哦 有飞机吗 飞机暂时没有了 哈哈 我也想游啊 我也想游 没想过就是做个两脚路行的 然后走走走走走 然后一下就变成一个开车的吗 嗯 那只能选mos吧 赶紧选mos 我就喜欢那个 嗯 有吃鸡吧 那次 啊吃鸡没有 对没吃鸡 吃鸡 还能吃鸡的 哈哈 啊 没有我们不适合做吃鸡吗 他们吃鸡就是对玩家的吧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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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吃鸡 并且也不吃手鸡 呃 没有客气 没有客气 很不错 很不错 嗯 我之前看那个说是请了那个Tentina的那个配音又回来了 Ashley Bolt 呃 那编剧回来了 他哥这次没有回来做编剧 是吗 呃 谁 就是那个Antoni Bolt 哦 Antoni 哎呀 对 呃 因为二是他是他哥写的嘛 是那个Tentina那个演员他哥 哎呦 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了解过 呃 这是我问题我可以我可以去研究一下 呃 其实我对Antoni意见很大 因为他写二的时候把一代所有的线索全生了 是吗 啊 对 嗯 嗯 前段时间Igm屏那个游戏史上最差结局的时候就给了一个全都给了一个无用之一一 说你们做爱的时候为什么完全没考虑一的剧情 嗯 嗯 所以说这次有DLC吗 DLC 你从地不来我反而是放心 嗯 有一部分他那个我们这边writer 嗯 嗯 嗯 其实分几个人 嗯 不不光是一个人在做 嗯 嗯 因为量比较大嘛 嗯 写了 要分分几个人 就是我 这边的一个writer 他之前是做game design的 然后再之前是画漫画的 哈哈哈 嗯 然后现在在帮gearbox另外一个游戏在写故事 哦 哈哈哈 啊之后gearbox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你看看gay王哪里 除了gay就是 怪我什么事 哈哈 哈哈哈哈 对对像我们这儿就是呃经理啊 他什么 比如说经理叫办公室的一个 反正一个头 他最早是画漫画 就画那个 嗯 神奇四霞霹雳火 哦 他画过那个 然后之后又去那个 动视去做 呃做那个skylander啊 神明召唤了去巴刀了 然后后来 对后来到我们这儿 哈哈哈哈 人生阅历比较分布 嗯 嗯 他呃 另外就是我们那边另外一个writer是 呃 他不光负责那个情节 台词啊 什么乱七八糟 他也好 啊 嗯 行 要不今天就先录到这里 然后后面我们就协聊 好吧 好啊 行聊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爆料了 是吧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我还是说的好吧 关关 快关 好